全球舆论大动态 近载有报的天天图 大家好 我是邱仁海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从今天开始一连两座 我都将主持有报的天天服务 每天中午12点半 温存地陪伴大家 当然今天 谈不上温存 今天首先两个大事 一大早 第一是俄罗斯的客机 突然着火 到目前为止 41个人死亡 到底原因如何 一会儿跟你解构 第二个是更大的消息 特朗普大概在几个小时之前 在他的推特上 后来发问说 本周五要对中国加税了 原来这个雪子没落下来 2000亿 所以本周五要掉下来 另外说还有什么3250亿 特朗普简直疯了 当然我估计 这个是虚晃一枪 为什么 今天从头到尾都会告诉我 好 特朗普的套路 我们大概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知道了 马上告诉你 这个国际聚焦 好 也许你很想知道 我告诉你 为什么特朗普有什么套路 我也是有套路的 慢点说 今天到最后一个部分 会跟大家说 特朗普的套路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从消息开始吧 我们先看看中文的 香港的经济日报 今天说特朗普扬言 本周五要对中国再加关税 然后里面涉及到25% 然后总共设计到5000亿美元的商品 如果那样的话 香港的媒体首先关注香港 港股势必要收压 然后我们来看看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它现在最主要是这个 是China Talk Set to Resume 因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5月8号 那么刘鹤副总理要去了 在去之前 8号到10号 那是三天的谈 所以他就说 本周五正好是5月10号 本周五要对 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向中国来施压 那么这个德国的明镜中刊 也有一个相同的报道 这就是特朗普的 连发几个推文 5月1号 我们大家在中国大陆 过了这个长周末 这个后的小三假 5月1号我们在休息的时候 据说特朗普一天大概发了80条 发了80条推特 我也不知道这老人家怎么发的 然后有人给他算过 80条一个小时得发多少条 这个基本上不吃不喝 这个光芒的啪啪啪啪啪啪 据说而且他都自己发的 而且到目前为止 拼写出越来越少了 这个老人家是可以的 这一点还是可以的 脑筋全部都是坏的 然后我们看看 这个彭博通讯社的报道 他说特朗普发誓 这个在跟中国谈判之前 一定要增加关税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不管我们认为他套路 但市场还是把它当真的 有人还是把它当真的 对不对 这个所以市场马上就可以跌了 有的时候跌了30% 道琼指数也开始大跌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也许人民币的涨幅 也会有一些变化 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这话有点说大了 这个传变 变是不会变的 这个以前咱们毛主席说 黄洋舰上炮松龙 我自归然不动 虽然那边说什么 本周五还有这样了那样了 我自归然不动 为什么 一会儿马上告诉你 同时香港新闻日报 还有一个报道说 白宫开始泼冷水了 为最后贸易谈判施压 那么现在到底在谈什么呢 什么东西是让特朗普 觉得不满意的呢 不就以前他不是刚才说过了吗 很满意啊 如果不能达到最好 至少也是好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说 那个Trade Enforcement 就是所谓的一个贸易 一个执行机制 它对中国不信任 那你对中国不信任 中国还对你不信任呢 所以其实是一个双方对等的 对等的一个互相监督的机制 好了 这个话咱们就说到这为止了 第二part第三part 会跟你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咱们同时看看英国的金融时报 是这样说的 福德公司呢 现在把它的这个 一个国际高管 大量地撤识中国 因为这个一个是中国的成本高了 另外一个也许对中国市场 信心不足 同时呢广交会 按照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广交会在广州举行 同时美国经济方面 这个美国经济方面 现在特朗普要收税 其实收税中的一定是双人节 第三部分回到 要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这个按照VOA 美国精英的报道说 这个美国连续百月就业 100个月就业增长 失业率降到50年来的最低 一方面呢 它对促进生产 肯定是有好处的 但对消费 肯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 同时这个 它在这个经济上 按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这个经济上 这个最近也有一些起色 但是同时隐患 还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美国农民 它的收入呢 是从2016年以来 开始 是首次开始出现下降 所以美国农民收入相接 为什么 那就需要中国的农产品啊 需要中国去购买它的农产品 中国不已经答应了吗 大幅的缩短它的trade deficit 所以这一点特朗普 其实他要把中国惹倒了 中国干脆不干了 那对他也是一个损失 所以这个一定是双人节 好 余仲事 我们看看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 这个global economy 全球的经济 现在呢 其实出现了 从夏天 从春天开始 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迹象 那么这个我们也会持续地关注 另外我们再换个眼镜 看看日本的共同网 报道说 亚洲呢 准备要摆脱 对美元的依赖 实现之路呢 任重而道远 因为这个 我们有亚投行 日本有个亚洲发展银行 对不对 亚洲发展银行 这个位于东南亚 这首先是日本 日本所主导的 好 另外讲到这个中美贸易磋商 或者中美的贸易冲突 我们先不说贸易战了 但与此同时一定会获及 殃及吃鱼 比如说欧洲啊 东南亚 刚才我们讲到了 同时呢 也会殃及到近在咫尺 跟美国近在咫尺的加拿大 所以为了化解于中国的一个贸易争断 加拿大开始向美国求助了 好了 咱们另外再换个焦点 看看中东局势方面 中东局势加沙地带 这个又开始出现了一个火兵 那么以色列和巴拉斯坦之间 又开始互相开火 那么哈马斯呢 这次主要好像是哈马斯呢 这个希望能够停火 但是以色列方面呢还是不干 同时不干呢 还有朝鲜方面 朝鲜方面最近前几天 实施了一个短程导弹 短程导弹 这坦这就讲是2010年 2017年年底 金泽恩当时许诺不再进行核试验 不再进行中程和长程导弹 之后的第一次 但是他说 我没有违反我的承诺呢 因为我当时承诺的 只是不进行核试验 我做了吗 没做 我只是说不进行中程和长程导弹 我短程导弹不在里面 但是地球人知道 这就说明小金不高兴了 小金有怒火 或者至少朝鲜同志感到 有点失去耐心了 所以这是一 第二个呢 现在按照香港经济报 这几天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金泽恩亲自监督发射火炮 也要开始试验一个新武器了 关键问题 他还是在为第三次美朝会谈 还是做一个试探 做一个探路的工作 那么南华早报和美国的新调机报 都有相同一些报道 所以最近朝鲜半岛这个事 水很深 然后套路还是很成就 但是水很深套路很成就 我们后面就且行浅观察吧 好了 后面很快的速度帮你树立一下 今天的国际间 你同样需要知道的 另外一些消息 好 这个事就在今天一开始 我说的一个比较悲痛的事 俄罗斯航空起飞以后 然后没多久就被迫降落 降落以后 鸡还没有着地 然后已经开始着火了 到目前我已经41个人死亡了 现在这个事故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说鸡内起火 一个是说遭到闪电袭击 鸡内起火 闪电袭击抗拒风马牛不相及 但其实都是隐患 我好多次坐过俄罗斯航空 很久以前俄罗斯航空 在飞机里面是可以抽烟的 那这个明火在机舱里面 不起火才怪 当然目前为止 我们不知道 如果是机内起火这个版本的话 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另外我们中国经常是 遇到什么雷暴天气 天气不好 我们的飞机不起飞了 搞得飞机场上的旅客 一大堆易减 其实这是好事 说明我们对安全隐患 真的是高度重视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当我们所有人 都等在那的时候 有的旅客就去问机场人员 你看俄罗斯飞机怎么飞了 然后航空小姐就会跟你说 那是战斗民族 所以战斗民族 有时候大部分是侥幸的 但有时候也是会被雷电 被闪电所击中的 好 这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背景消息 不管是真是假 是否属实 仅供大家的参考 但至少刚才我说的这两件事 飞机里面可以抽烟的 同时战斗民族 雷暴天气可以起飞的 是确实存在的 而且即便是侥幸 总归是一个安全隐忧 所以你看现在美国方面 其他全世界各国都非常关注 非常关注的还有 整整15天之前 发生在斯里兰卡的恐怖袭击 到现在为止已经很肯定知道了 是伊斯兰国干的 所以现在后续到底怎么样 后续两个 一个是现在又发出了新的警报 所以这几天 昨天礼拜天 斯里兰卡祷告等等 各方面的措施又都取消了 与此同时加强安保 按照香港新德日报报道说 恐启之后加强安保 斯里兰卡收民间的刀和剑 这好像让我们想起 这个有的地方 我们也会菜刀也不许卖 同时 这个路透社还有一个报道说 这个美国 现在开始要部署 这个carrier 部署它的航空母舰 那么最主要是要在 Middle East 这个最主要在中东地区 所以这巴林 是它的好像第五舰队的一个总部 巴林 所以八年之前 这个当阿拉伯著身发生的时候 其实美国是非常的卢亡载背 好了 这个事儿是很高兴的事儿 大家如果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 从小学英语 从这句话开始的 叫long live 我们当然说long live 前面帽 毛主席万岁 现在是long live the king 对他们来说是太皇 五皇万岁万万岁 好了 咱们后面再看看巴菲特 这个号称是股票自网 投资自网 巴菲特最近在股东会上 有个解决论 按照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说 他说中国是最大的市场 我们喜欢大市场 买入亚马逊股票是教我更好的 这个价值的一个投资者 诸如此类 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再去看看 另外呢 这个华为 现在据说与高通开始和解了 开始支付38亿的一个专利费用 这个在香港的新报 也有一个相同的报道 另外在英国方面 咱们所说英国方面 最近这个防卫大臣 后来被解雇了 被解雇是说他泄密 其实泄密这事儿有道理吗 确实有道理 但你说完全是防卫大臣的事儿吗 也不是 所以防卫大臣虽然被解雇了 但发了一个公开信 他说我不承认 因为我一承认的话 就变成我有错了 这个倒也算了 关键问题 他自己还抖出特雷沙梅的一些 不是丑闻 一些个人的隐私 说他是患有糖尿病 所以不宜担任首相等等 这个事儿虽然发生在之前 但是我觉得很不地道 这一是女士 美女士 是不是美女领当别人 但至少是女士 即便不是女士 凡是人这些健康状况 都属于highly confidential 都属于个人隐私部分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防卫大臣肯定是有错的 好了 另外后面讲到英国 咱们再看看它的脱欧精神 现在虽然是延长到 10月31号 对不对 但是现在按照卫报的报道说 如果说没有第二次公投的话 恐怕下医院还是不会通过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事儿 我看现在就两个关键 一个我们就等 一个大概在5月23号的时候 欧洲议会会选取 选完之后 看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 欧盟此举就是想把欧洲议会 给它绑住 绑了之后绑不住 我们有待观察 第二个就是夏天休假 选完之后 七八两个月 基本上是欧洲人雷打不动的 除非上帝发疯 上帝愤怒了 他们才会不休假 或者地球爆炸 要不然9月份才回来上班 然后到10月31号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英国拖这个事儿 咱们就稍微慢一点了 但是有隐患的 苏格兰昨天举行示威游行了 说我要独立 所以英国如果拖的话 苏格兰很快也将会拖 好了 另外我们看看特朗普 特朗普现在虽然把美国经济 搞上去了 但坦率的讲是 见机在对其他国家的 一个损害的基础上 最近他说了 我要投资 我要投资到一个 infrastructure里面去 要基建 中国人有句话说的一点不错 要致富先修路 现在既然特朗普要投资 其实中国在投资方面 在基建投资 基建建造 包括高铁方面 其实很有经验的 为什么在这方面 不能够寻找中美合作 共赢的空间 他不是商人吗 大家有没有去过纽约 去过纽约 你就会知道 纽约的地铁 简直就基本上是 50年代的地铁 好了 咱们再换一个焦点 看看当年历史的旧闻 虽然是两年前的旧闻 按照中国时报和CNN的报道说 在特朗普当选的时候 当时的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 简直感到是非常地感到愤怒 甚至感到深深地受到侮辱 同时他对于希拉里 也感到很不高兴 意思是说你为什么竞选不力 最后居然给败给了特朗普 好 最后这个亚加达 现在印尼的首都亚加达要前渡的 据说是要下沉 亚加达我是去过的 你拐一个弯就是五星级酒店 再改个弯就是平民区 所以空气基本上 五星级酒店的空气 跟平民区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城市确实是要前渡了 好了 咱们后面是大千世界 一起看一下 好 看完大千世界 今天也看完印尼前都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告诉你中国经济的一些事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 马上告诉你有关中国经济的一些事 中华聚焦 好 讲到经济 我们往往既有尸体的 对不对 然后其实无论是服务业 还是服务业 其实背后的很多的一些载体 现在技术手段都是互联网 所以这些我们都称之为 叫Digital Economy 就是数字经济 或者有人叫数码经济 我们先看看 香港文汇报有个报道说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今天在福州开幕 那么到底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 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在全球占什么样的地位 台湾旺报有个报道说 它说大陆创新指数 在全球占了之第17名 还可以哦 对不对 所谓的创新指数 就是你的投入和产出之比 创新产出之比 然后它是唯一的一个中等经济体 然后另外还有个报道说 大陆的数位经济 就是数字经济 成长超过美国 世界之随 它讲成长速度 并非讲目前的整体的规模 或创新的一些内在的爆发力 但是速度也是说明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超越的指数 同时我们看看环球时报 还有个报道说 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 一个首选的一个科研伙伴 那么有一个叫Nature.com 就是自然杂志 它的一个网站说 它说中国是怎么样 重新改写 或者重新重绘 世界科学的一个地图的 所以这方面 其实我一直讲 中国可以弯道超车 这个弯道超车 所谓的概念 就是抓住这一轮 第四轮或者第五轮 科技革命 智能化的一个潮流 这个勇敢的 使中国经济的结构 能够有所转型 那么另外南华早报 还有一个报道说 在生物科技方面 中国现在也开始制定 一些很严厉的法律 来规管有关生物科技方面 生物科技其实 它也某种程度 也是跟双界 一方面能够有助于人类 但如果弄得不好 在伦理各方面 也许会有些损害的效果 这方面中国以 这个措施来予以规管 同时广交会 一带一路的订单 增加了一层 另外这个事 要给大家重点说一说 现在中国人民银行 从2019年5月15号 华尼豪说再过10天以后 开始对中小银行 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 开始降准了 降准说明其实开始适度的 这个并非大水灌漫 但是适度的放水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华尔街见闻说 罕见中国的央行 A股盘前对中小银行 这个降准要释放 2800亿的一个资金 同时香港新报 还有一个报道说 内地7月份开始 推出一个新的新力 政府的投资全规管 上交所要加快 促清劣智的企业 这坦率的情况 也是对中国经济结构内部 企业结构的内部 做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好 后面中央书报 中央书报 还有一个香港微博报报道说 中央书在意见 立出城乡融合的发展 同时在户籍管理方面 户籍制度 这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 一个留下的产物 到底好还是不好 到底如何均匀改革 香港的新报和明报 有所报道 新报的报道是这样说的 放宽户籍管制 23线城市明显的受惠 明报的报道说 2022年之前 城市落户限制 将要逐步的取消 与此同时房地产 始终是 虽然房地产 已经不是未来十年 大家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 一个主要支柱 还是引起大家非常的关注 因为现在一个中国已经形成了 几个房地产市场 那么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说 23个城市的楼市过热 收紧楼空 预期开始升温 当然是23个楼市过热也不好 过人也不好 如果过热的话 我忘记在一二线城市 楼价上升过快 但如果在三四线 四五线城市 又需要去库存 所以我肯定说 是一个中国 几个房地产市场 另外南华早报报道说 深圳现在瞄准了新加坡 它的一个住房的模式 其实新加坡的住房模式 它的公屋模式 新加坡据说85%的人口 都住在公屋 所以有政府 所谓的公屋房子 有政府自住的房子里面 相当程度都是解决 人们的一个住房问题 而中国的住房 它就在讲 在二十多年 全面推向市场化 当时是对的 但一不小心 使公共服务产品 完全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 在这一点上 我们是有很严峻的教训 可以吸取的 同时香港新报 还有一个报道说 讲到digital economy 讲到中国互联网的企业 今年首计收入是涨了 但是香港新道日报报道说 野蛮生长期已经过了 互联网的巨头企业 开始纷纷的裁员 同时五一长假刚过去 按照香港两份报纸的报道说 五一长假两亿人出游 人几人呢 基本上这个事 这个事是没法干 同时在台湾方面 韩国瑜说高雄负债3000亿 韩国瑜说不发财 高雄就会破产 同时蓝营的立委反驳 说大陆开放 说绿营开放大陆进口 达到99.9% 好 最后告诉你 郭台铭现在不是号称 要选台湾领导人吗 那他的鸿海公司怎么办呢 现在据说 他有一个财务大臣 叫黄秋莲 有可能要接班 至于他的总经理 另有他人专任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完了之后 马上跟你说说 特朗普现在下的这个威胁 到底玩的是什么套路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 是这样报道的 他说这个 当然是他说 两千亿了 两千亿 这个都要达到 这个百分之十五 然后就是说 后面说还有三千二百五十亿 那基本上是疯了 他基本上是 如果是把中国 全部的这个关税 全都给争了 那基本上中美之间 就别玩经贸了 所以他说 这个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谈判 那么现在到底在谈什么 为什么令他这么不满意 那么这个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 最主要是有关这个enforcement 就是有关双方的一个监管的问题 那么监管的问题 似乎在过去几天时间里面 谈得不太好 那么现在称 中国代表团要去之前 所以发出了这个威胁 这事儿呢 引起了这个德国的Hundersblatt 德国的这个商报的一个注意 德国商报是这样说的 这个很重要 他说在基尔的 有一个叫德国的一个 世界经济研究所评估了一下 他说特朗普这2000亿学生下来 受损的是中国多还是美国多 他们得出的结论 是美国自己受损也很多 换句话说 这个沙迪1000自损800 那么就像刚才我说的 在经济上也许在生产端 也许它会得益 但在消费端 它一定会给美国的消费者 以很大的一个重担 与此同时呢 他说这个欧洲人也非常关心 他说两个星期以后 两个星期以后 欧洲的汽车出口到美国 这个关税问题 现在也在 箭在悬上不得不发 所以现在这个特朗普 他自己给挖了一个坑 有可能会自己跳进去 非常小心 所以后面我的观点来了 我认为首先是 在谈判前是 这是特朗普的顾忌 重演 为什么呢 第一个 这个套路看似突然 其实是老套路了 反正特朗普这个狼来了 这个套路 我劝他以后别玩了 基本上大家都已经识破了 这个礼拜五 他如果能2000一学子下来 我扶他 关键问题 他无非是要施压嘛 对不对 这个8号就要开始了 10号结束了中美磋商 然后现在说10号 我要加税了 所以希望中国在8号开始 能够有所让步 但他忘了一点 中美的磋商 一定是坚持对等的原则 不对等 中国是不会让步的 第三个 刚才欧洲的研究所已经说了 高关税对美国自己本身 是一个双人节 而且有可能会对美国自己 挖的坑会更大 这个坑 特朗普给自己挖的口大了 因为他已经说了 礼拜五要征税 然后呢 其实他自己心里想的 最好是不征税 心里想的最好 中国能够让步 等到礼拜四晚上 他自己能够宣布 明天我不加税 如果中国不让步呢 难道他真的礼拜五加税吗 然后后面两个星期 以后还有欧洲呢 所以这个坑呢 他也很可能一不小心 自己不是跳进去 自己滑进去 礼拜五以后 我们就看到自己 怎么从坑里面爬出来吧 有没有天天都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